你好像當時也是反對他們交往 是 為什麼 因為他才滿十六歲 剛滿十六歲 還沒到可以交男女朋友的年紀 今天他才跟他說 他媽媽知道就對了 昨天還是前天 他有說要去墾丁 這是交往多久? 你們應該都知道了吧 你的交往很久了吧 因為他在交的朋友 我從來不會去給他交往 好像家屬也很懷疑他們在一起 他說不聽了 說不聽是怎麼說不聽 他有說啊 也是說不聽 差不多一百以上 太快 他到那個十字路口已經 煞車了 煞不住 煞不住 整個就是 迴轉撞下去 就是一個 一個甩偶的動作 對啊 因為一台車坐六個人 真的也很擠啊 而且重量 重量加速 對 出來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他出來? 不知道 駕駛這個 是男女朋友 你知道嗎? 大概知道一點點 聽說你好像當時也是反對他們交往 是 為什麼? 因為他才滿十六歲 剛滿十六歲 還沒到可以交男女朋友的年紀 他從一月二十四號離家 以後就沒有 跟我就沒有聯絡了 他只有跟姊姊聯絡 那姊姊跟她是雙胞胎 姊姊都知道她的行蹤 我每天都會問說 今天有沒有妹妹的行蹤 會不會怪這個男生 都這樣帶她出去玩 當然啊 這個是一定的啊 一個小女生什麼都不懂 就讓他們帶得到處跑 這麼多天都不回家 學校也不去 當然是因為外面有誘惑啊 這個男朋友 你認識嗎? 這個男朋友怎麼樣? 好像爸爸也喜歡他喔? 他男朋友對他很好 是怎麼? 總業對他很好 學校認識 喔 學校認識 都是在學校 這次出遊你 那個你沒有跟你講 有啊 他們每次出去我都知道啊 你交一次跟他聯絡是什麼時候? 昨天晚上八點多了